- 馬阿嬌 - 馬阿嬌 - 馬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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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馬阿 馬阿 - 這瓶牛奶是 從哪裡來的阿 - 曉鳳 牛奶是從滷牛的身體來的阿 是所有的乳牛都会生产牛奶吗 那乳牛是不是随时都有牛奶呢 并不是所有的乳牛都会生产牛奶哦 是要当了妈妈的乳牛才会生产牛奶 为什么 小母牛是需要经过成熟、发芹、配种、怀孕与分娩完 才能分泌牛乳的 那乳牛要长多大才能配种呢 当乳牛饲养到15月0左右 体重达到350公斤以上时 达到个体成熟就可以进行配种啦 只要小母牛个体成熟随时都可以配种吗 当然不是啊 要确定是否可以配种的第一个要件 就是乳牛的发情观察 如果乳牛没有发情 纵使配种也不会怀孕 更谈不上分泌牛乳了 因此乳牛的发情观察 是每一位落农最重视的工作 一旦错失配种时机 就必须再等21天的生理周期 而等待发情周期 对落农而言 也相对提高了饲养成本 那看到乳牛发情马上用配种 就会怀孕生小牛吗 乳牛发情时是有配种黄金期的哦 母牛的发情间期 大概36个小时 可以分成发情前期 稳定期 末期 三个阶段 最佳的配种时机 是发情稳定期 出现骑程后 开始的6到24个小时之间 受孕率最高 判定牛只发情越正确 乳牛配种成功率就越高 怀孕率也相对提高哦 要如何观察乳牛是否发情呢 观察乳牛发情的方法 都是用人的双眼观察 牛只在发情时 外观可以看到其成 焦躁不安 外因不红肿或分泌粘液等 增厚与行为 如果出现这些增厚 就是进入发情稳定期了 乳牛发情会在什么特别的时段 或需要注意事项吗 荷兰乳牛本来生长在 比较凉爽的温带地区 而台湾属于雅热带的气候形态 夏季高温高湿 平均气温达到30度以上 常常会造成乳牛极大的热紧迫 导致它的采食量 产乳量都下降 影响到乳牛的生产性能 也因为夏天太热 纵使牛只发情 却不容易表现出发情的 增厚与行为 必须等到凉爽的夜晚 牛只才比较愿意活动 才能比较容易观察 牛的发情行为 根据研究 约有73%的牛只 在傍晚5点到隔天8点 这个时间发情 其中又以5月12点 到隔天早上8点发情 牛只占最多 比例高达48% 但这个时段 却是落农在休息睡觉的时间 很容易造成落农 没有办法观察到 乳牛的发情状况 而错失了最佳的配种时机 要达到乳牛群的高配种率 高缓率率 没有任何诀窍 只能靠工作人员 夜间轮班观察牛只发情 农民真的好辛苦哦 科技如此发较的时代 难道没有更好的方法 来观察乳牛的发情吗 当然有啊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续产森所新竹分锁的研究人员 了解落农朋友的辛苦 因此研发出一套 乳牛自会型发情侦测系统 让若能晚上不用那么辛苦 守在牛舍里观察乳牛 就可以知道乳牛是不是有发情哦 哇 这么厉害 那是怎么办到的呢 研究人员发现 乳牛在发情时 活动量会比没发情增加2到4倍 而且会出现其成的行为 研究人员把无线发情侦测 细挂在受测的母牛前脚 用侦测主机来设定侦测器的启动 停用或者是接收讯息 并将各项讯息显示在荧幕上 若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 哪一头牛正在发情 这个系统未来也可以透过网际网路 与云端主机交换资料 让云端主机做更精密的计算 以便提供更细维的资料分析哦 听起来真的好棒哦 那如何盼境牛只发情呢 你看你看 在萤幕上每一页可以显示15个侦测器 就代表15头乳牛的发情状况 牛的图案是蓝色 表示侦测器还没开启 黄色表示侦测器已经被启用 变成粉红色的话 就代表这只牛一式发情的乳牛咯 那在台湾已经有开始实际应用了吗 研究人员已经把这一套牛只发情系统 专用电脑软体安装在量场乳牛厂 做实际测试与验证 在没有怀孕的母牛前脚 绑上无线型牛只发情侦测器 当系统通知侦测到发情时 会在触控面板上显示出发情牛只的编号与时间 骆农朋友可以进行发情促诊的判定与配种 在2012年的热剂与量剂时 分别挑选没有怀孕的母牛共鸡六十头 进行牛只发情侦测系统的测试 结果显示 去产试验所新竹分所开发的 无线型乳牛自会型发情侦测系统 可以全天后进行乳牛发情行为的观察与预警 而且准确度高达95%以上 不但可以节省落农进行牛只发情侦测的时间 而且可以增加发情牛只的被观察率 提高配种率 增加怀孕率 让我们有更多优质的鲜乳可以喝哦 哇 好棒哦 那我以后就有好多好多牛奶可以喝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